5月天阿信恋爱了?按戳戳点赞超暧昧,还曾与她传歌空情书。 近日,有细心网友发现5月天阿信频频点赞一个女生的微博,在结合近期阿信发的微博,都纷纷猜测,难道我们主唱大人恋爱了? 究竟是谁让阿信频频点赞?这位穿著十分钟性,一头清爽短发,背注吉他演奏的女生,就是台北歌手魏佳莹。 魏佳莹在2017年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《是什么夺走太阳》,善于将生活的体悟透过吉他与歌手传达出来,是一位独立音乐创作者、表演者。 据悉,她六年前就开始创作,大学时期就到处驻场累计舞排经验。 独立与流行的元素巧妙的共存,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。 这位音乐理念跟主唱大人一样的女生,频频获点赞,是因为阿信欣赏她的作品,在提携后辈。还是两人真的有小火花? 近日,阿信总在微博上写一些小文章,被网友戏称春心懵懂,多次在微博感性写下类似,在你昨夜沉沉睡去时,我开了一场演唱会,那是某个没有你在场的梦,却是我的真实。 台北时间九点前,平时的你也许早已起床。 有时候,想念需要更委婉的说法,例如,今天的你要做什么?即使我早已都知道。 这些酸酸楚楚的小句子,想让人不误会都难,这是有喜欢的人了?还是在思念谁? 与此同时,又被网友扒出为佳莹的小文章,这两人似乎在隔空对话。如果这是真的,也太浪漫了吧。 网友们也纷纷大呼这也太曖昧了,不管有没有谈恋爱,对象是不是为佳莹,都会献上祝福。 不过目前没有公开,更多的实锤证据也没有,仅仅几个微博点赞,加上网友们自己巴的边角料,也说明不了什么。 应该还只是好朋友关系,或许是两人有合作,或许只是阿信欣赏魏佳莹的才华,也说不定。 这几年魏佳莹对音乐的坚持和初心也获得了同行们的认可,本人也十分低调,认真做音乐,确实值得人欣赏。 5月天里结婚了一个又一个,唯独阿信还是单身,都不禁为主唱大人担心起来,但是到底有没有恋情,真有的话阿信自然会公开,其余的私生活就不再干涉了,如果两人有合作的话,同样期待共同演绎的作品。 不仅isions之一 我不观众 不准 感谢观看